杭州的郑女士反映 上个月她把羽绒服拿到相网洗衣店清洗 去取的时候发现衣服变颜色了 郑女士的羽绒服是去年冬天 在银泰百货买的意大利品牌 花了五千块钱 但小票和支付记录找不到了 天猫上搜了同款 衣服是纯白色 原价三千九 现在促销价一千九百多 这是我三月份的时候 我把这件衣服拿过来洗 是因为它 我就觉得冬天过去了 夏天我想收回来了 我就洗一下 这家相网洗衣店 在杭州西城美术小区门口 收据显示 这件长款羽绒服有腰带 洗衣费七十块钱 半个月后 郑女士过来取衣服 发现我这件衣服从纯白 变成了米黄又粉的颜色了 因为当时我买的时候 这件衣服 但是白色是接近于这种白色的 然后现在就整体这件衣服 再看一下 就变成了黄黄的 半粉又是黄黄的颜色了 但是呢 你看这腰带上面 也都是很明显的 这个这个 你看这个点 这里 这里都是很明显的 一种粉点点 郑女士说 这件衣服原本是纯白色 但是没有之前的照片 现场看 有点泛黄 腰带扣上 有两处明显的粉红染色 郑女士说 之前她来找过洗衣店 对方在收据上写着 白色羽绒服染色 约定15号 协商解决 写得很明白 说羽绒服染色 腰带反场 卸周三了 还没有结果 跟她沟通了一下 她说最多赔我200块钱 我不需要这200块钱 我现在呢 就是说要 找回一个消费者的权益 我相信大家 不光是我一个人 吃过这种亏 我现在诉求 一件衣服不要了 我也不相信 她会洗干净了 我就是给我买件 一模一样的回来 她就洗过两个 颜色变了 其实她的白色还是白色 那跟新呢 洗过以后跟新呢 肯定不一样 特别是白色的 其实整件羽绒服 白色的羽绒服 又没有搭色 只是腰带 腰带也搭色而已 但是上面写的是 羽绒服染色呀 也没有说腰带染色呀 哎呀 这是美女 叫我们这样写的 然后我们就这样写上了 因为老板娘急着要走嘛 你们是开店的呀 你们老板店吗呢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衣服是送到 向往洗衣总部洗的 并没有洗坏 不过一位胡店长说 衣服是洗坏了 至于原因 需要向往总部解释 情况就是她说的 这个大概的情况 我这边不否认的 你赔偿两百块钱 是依据是什么 我说我这个问题 让我们社会部 回答你好了 我们有厂里 负责的这一块的 他们给到我的 这个解决方案 那厂里面的联系方式 是 要不我把他那个 把你电话发给他吧 我要跟那边沟通过来 他们怎么安排 我就不能控制了 根据2017版浙江省 洗染服务纠纷处理办法 洗染纠纷产生后 如果是经营者原因造成的 经营者应予以赔偿 赔偿计算方法有几种 衣物损坏程度较轻 仍可以穿着使用的 按洗涤费 一到十倍补偿 单件衣物补偿 不超过一千元 衣物损坏不能穿着使用的 按洗涤费 十到二十倍补偿 单件衣物补偿 不超过三千元 若市场上还有同种衣物 经营者可购买同种衣物补偿 并收取折旧费 折旧率每年25% 郑女士打算先把衣服放在店内 再等向王洗衣的答复 有了黄剑 接受报道